我今天會講到如何傳風陰 這是一個訓練 幫助我們能夠有各方面的方法 能夠傳風陰 我感謝神 神給我很多機會去到不同的教會 以及去到不同的國家去訓練人 發覺去到不同的地方 很多人被改變、被更新 也有很多軟弱的 很多時候見到人靈靈軟弱的 經歷聖靈、改變 以及輔導他們 教導他們 他們又整個人改變 有訓練人去傳風陰 他們又發覺可以做得到 也有我的學員 在訓練他們傳風陰的時候 他們又為人祈禱 他們又帶著能力 其實當人有信心走出去 神的能力就跟我們在一起 但當人經常覺得不行的不行的 又不去做 就發揮不了 這個是需要我們自己去尋找機會 神是 當你願意的時候 他會開路 各方面開路 如果你們有心想 參與一些短孫 職日短孫 是給你一些訓練 你是可以 跟這個時候沒有衝突 你可以告訴我 你去一去 是會有不同的 看得到自己都可以幫到人 那你就會更有信心的 好了 今天我講到這個 怎樣傳風陰 就是我自己做過很多很多次 是向不同的人 當然 在我來說最多 就是那些人帶人給我 還有我在網上放很多影片 時時都有人找我 就是 找我幫他 幫他的信仰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有個朋友 他有這個需要 我又跟他傳風陰 幫助他的寧靈 或者為他祈禱 神是給我很多的機會 或者去到不同的宣教 你幫他幫助人 那我就發覺 其實每個人不同的 但是我們能不能夠 回應那個人的需要 在他的需要上幫助他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 好 馬太九章十三節一起讀 經上說 我慶慰連率 不慶慰祭祀 這句話的意思 你明且去傳我 我來本不是照以人 乃是照罪 在這裡講到 神是歡喜我們連率 不慶慰祭祀 我想問你 這個連率 是指神的連率 因為人的連率 這個是給大家識經的 你看到經文 上下文 是講到 這個連率是神連率人 還是人連率人 神連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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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支持 你要找支持 人進人 祭祀是誰做的 祭祀是誰做的 人做的 就是說人做的 神最喜歡是連率 這個不起愛 不代表神不喜歡 不過比較來說 這是一種用詞的方法 語言的方法 就不是說神不喜歡我們祭祀 而是說最喜歡的就是連率 超過我們祭祀 所以當我們敬拜 你們敬拜很投入 這個是屬於祭祀的 就是獻祭給神 但是神起願 我們去連率人 多過我們去敬拜 敬拜當然是一個基礎 但如果過得敬拜 敬拜完就睡覺 或者敬拜完就是做日常生活的事 這個不是神歡喜的 我們敬拜一個基礎 跟神的關係 一定會有生命的改變 這就是神起願 我們有連率的心 現在我們說一些 就是傳福音要留意的事情 第一就是 我們一起讀 聆聽 回應 關心 這個已經是傳福音的好方法 你聆聽人 回應人 已經是會給你很多機會傳福音的 那是怎樣呢 即是跟他們溝通 聆聽 聆聽他的感覺 他的需要 然後回應他 回應他 很多人是很容易就會說 你祈禱 你找耶穌 耶穌就會幫你的 很多人就會直接這樣說法 當人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最好是怎樣回應他呢 當人說 譬如說 哎呀讀書很難 是的讀書真的很難 認同他 是的 沒錯 記得以前我曾經說過 這個 非常好 認同他 感受他的困難 聆聽他 聽他 講一下 這種的關心 令到很多人覺得被安慰 這個都是我們傳福音的很好的第一步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覺得你信任他 他就開始找你 他找你聊天 你就有機會逐漸逐漸去幫助他更多了 以及由人的需要入手 有很多報道的方法 有很多報道的方法 是從一個 就是 介紹耶穌和救恩給你 這個是好的 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問題就是 人是否立刻去到天堂 去到神 去到永生 他未必去到 因為人關心是他自己的需要 或是天堂的多些 自己的需要多些 所以你聆聽的時候 由他的需要入手 他不開心的地方 他煩惱的地方 以及由人開放自己的說話入手 即是他自己開放自己 什麼叫開放自己呢 很多人跟我們有一個距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人 譬如你小組組員 你會發覺 多數都是比較開放他 說他自己的東西 如果投入的組員 但是有些組員是不習慣 他就沒有什麼說自己的東西 而普通的人 你會發覺 他有些人 他跟你溝通 只是叫你做什麼 講一些離身的東西 但是有些人會講他自己的東西 有沒有留意一件事 譬如你做老師 那些學生 有些學生 有些學生 他會將他的需要告訴你 是的 有的 那些學生 你發覺容易幫過 因為他將自己的生命開放 同樣我們身為的人都會有 好了 這些是一些人開放自己的 當然有些比較極端一些的 極端就是他很慘很慘 譬如我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那這個真是 哇 這句說話 這個人很嚴重 他是人生不知道做什麼 那這個是他極度的開放 如果他不是很信任你 他不會這樣說的 或者一個人很絕望 很絕望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說 哎呀 我不知道做人做什麼 那這個真是 很絕望很絕望 每個人都會說的 或者我對人很失望 這個就是 哎呀 那些人令到我很失望 他們這麼不好 左右做人難 這些都是講到很困難的 就是他困難的地方 那兒子對我沒有心 那兒子真的聽話了 那兒子真的聽話了 哇 很擔心經濟健康 那有時候 那擔心經濟 我都幫不到你經濟的 那雖然耶穌都不是馬上幫到經濟的 但是神的確是會幫人經濟的 當人聽他的話的時候 神是一步步提升的 其實很多人來講 他很多問題 當他的問題解決了 他已經可以找一份穩定的功 他已經馬上有經濟 但是他的問題沒有解決 他就 他根本做不到功 那時候 他是 經濟會有困難 健康的問題 唉呀 頭很痛 唉 這個都是一種開放的自比 真的很辛苦 或者他有煩惱的表情 那這些 當你留意到的時候 你有沒有立刻告訴自己 這個人的門開了給我 有沒有這個觀念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當你一留意到有人 將這些話一告訴你 你就告訴我 他開了門給我 我現在可以進去 但是你可以立刻把門關上 怎麼關上去 怎麼關上去呢 為什麼要煩呢 煩你做什麼事 他立刻會怎麼做 立刻會關上去 就是我告訴你 是沒有用的 或者你立刻教他 立刻教他 你不要煩了 你祈禱就行了 那麼他就覺得 立刻覺得 你不接受他了 這個觀念 大家能否拿到呢 就是能不能夠說 見到人有需要的時候 就算有時候很少的東西 他很簡單 哎呀很開心 這個有開放他自己的 這個 有的 有的 那些東西很好吃 都是開放他自己的 譬如有個同學 他跟你有個距離 他不會說 哎呀這些好吃 他不會說的 他不會說 他是他自己吃的 他不會跟你說話 他跟你說話就是開放 凡是開放的機會 或者你家人跟你說一些東西 當然家人有些說話就是 可能是有時候令你不舒服的 那種未必是開放的說話 開放的說話就是 他自己說到他的情況 他的困難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入手的地方 但也都有時候 有些會令到我們有些不舒服 但其實他都是開放自己的 就是譬如他 講到他很 他看他表達 譬如他很 對於你的事很緊張 可能你有些不舒服的 他這麼緊張幹什麼 我不要這麼緊張 但他緊張 亦都是開放自己 即是說他關心你的事 那我們其實 凡是見到家人 有對我們的關心 或者開放 我們都應該回應的 譬如我 我和我學父 我一起住 和我太太 我學父 他有一種性情很好 他經常會找一些健康的產品 買回來 就會整家人用 他每一次做 我都會欣賞他 即是他會告訴他 你真是好 關心我們每個人的健康 這個都是他開放的一面 也都是 即是他門開了一點點 然後我就 把門推開一點 建立關係 我時時都會和不同的人 我都會想 我怎樣可以建立一個更好的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進入不同的人的生命 還有知道人人 其實一定有困難 痛苦或者有掛心的事 每個人都有的 不同程度 有時他未必告訴你 但當他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機會入手的 而耶穌很特別 就是是人的問題都幫到的 什麼問題都幫到 尤其當你自己 在聖靈因高的運作 你為人祈禱 你真的會看著人 經歷聖靈 這個是加添你的信心的 所以我鼓勵你 有機會跟我去 一些即日短孫 那你其實都會發覺 那些人這麼快就經歷到聖靈 你就會有信心 當你有時在香港有個問題 因為大部分的人 不是那麼開放 所以他們有些什麼 他不會那麼容易表露出來 而且很害怕 那些人下班 我應該下班就怎麼辦 他就會收濟 但是在一些困難一點的地方 他們會被人開放 他不介意哭 他都不介意跌在地下 他不介意在那裡 不介意在那裡壓 當有困難的時候 他不介意表露出來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有機會幫一些 困難的人 就對於去到一些 比較難一點開放的人 都會有經驗 因為我做得多 所以我有經驗 我跟人聊天時 就留意他有什麼開放的地方進入 就是知道人人 其實都有一個可以入手的地方 還有呢 留意對方的言語的內容和方式 就是說 你跟人團方 或者跟人溝通的時候 它可以有不同的表達 我們一起讀 表示興趣 忘留心情 要更傾訴自己的苦情 發問為了更了解 問無關的問題 走問題來難倒對方 便幫 堅持理見 這些就是不同程度的反應 我們跟人溝通是一樣的 我們留意一下他那種 他是什麼的溝通方式 他有興趣或者留心聽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開放的信號 就是綠燈 這個是綠燈 或者更加傾訴他的苦情 也是綠燈 是有機會我們進入他裡面了 他發問或者了解 這個是綠燈 就是說 那耶穌是怎樣的 天父也是神 耶穌也是神 到底誰是神 他這些是想了解的 好了 問無關的問題 譬如說 這些有時候 都在他心裡想起的一些問題 為什麼 他會有時候是拆開一些問題 為什麼這些教堂呢 為什麼又有宣導會 又有報道會 又有什麼會 這些是無關的問題 不過在他來說 都是關注 但未必代表他真的有興趣耶穌 只是他這個是一個問題 跟這件事 就是有些少關聯 但不是直接跟耶穌有關聯的 當你跟他聊天的時候 或者他找問題難倒對方 你會留意到有些人 如果有神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苦難 為什麼這麼困難 但是有些人 的而且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都要學會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他辛苦了 就是知道他辛苦了 也都告訴他 這個世界很困難的 在有些人來說 我們可以告訴他 就是因為人和神疏遠 所以這個世界越來越困難 這個就是從聖經的解釋 越來越困難 而且是活後越來越多 這個是一個警告來的 提醒我們 是因為人離開神 所以這個世界這麼多問題 但是這個 並不能夠幫到人去 就是得到釋放的 而釋放是什麼呢 人有困難 耶穌就會來幫你的 真是 什麼困難都好 耶穌會來幫你 有些人就喜歡辯駁 一辯駁了 你就知道對立 一對立 請大家留意 就是通常來說 是會有好的辯駁的 一辯駁的時候 最好你就用他的角度說 我知道你 是有一些疑問 你的心裡面 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這樣說出他的角度 讓他講他的話 就是不要怕他講他的話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的 他講 我們講A 他講B 接著我就反駁B 但是呢 用他講這麼多關於B 比如一個例子 有人是扮偶像的 我們就用他去講 就是問一下他 你扮偶像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幫助 你自己的過程是怎麼樣 你自己的過程是怎麼樣 讓他自己講出過程出來 有時候呢 在過程我們可以更加 更加找到一個位置進去的 或者有些人堅持幾件 就是我們有時候呢 知道這個人 這個不是一個機會 我們就要找另一個機會 那我們 就是傳呼吸的時候 或者跟他溝通 我們都要留意的 還有留意對方的態度 和思想 不是 和思想怎樣回應他的態度 比如呢 你和他一起聊 看到他很開心 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 開心 一起讀 開心 開心 開放有興趣 無興趣 不集中 通話 敵對 好了 這個呢 就不同的程度 那其實這個 所有我們和人溝通都留意到 那些人的 那些人很開心 這個是禮物來的 就是這個人是開放他自己的 開放有興趣 沒有興趣 不集中 你和他講 他又不知道你說了什麼 那些呢 就是沒有興趣 那時候呢 你要怎樣挑起他的興趣 而且不要想著一次過做完 或者他很匆忙想走 那你匆忙想走 你騙了 那這些輕挑的方法 那我們知道呢 就分辨到了 或者他是敵對的 很敵黨 很敵黨的時候怎麼做呢 那有些人的傾向就說 不是的 那些教堂不是這樣的 那些牧師那些教堂不是這樣的 不是想你這樣的 不是想拿你的錢的 那譬如他敵對 而是聽他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樣呢 那他更加會覺得 你肯聽我的意見 聽我的經歷 那這個是一個開放進入的機會來的 好了 還有熟練為人按手祈禱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會有這個信心 我發覺有很多人在這個環境 周圍的不是很開放按手祈禱 是會 即不敢運作 因為我時時都在這種運作裡面 而我時時都放膽問人的 問人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時候有些人 是會說沒有什麼經歷的 那我有時候會問他 有沒有留意到 心靈或身體有什麼感受 那有些人是說不出 那大部分的人都說得出的 那也都當我問的時候 發覺有些人說的是很強烈的 即有時候看不到的 他會感到電流 但是看他樣子不像的 即看他表面不像的 但是他裡面感受到電流 即當我越多為人祈禱 我就越看到神的工作的奇妙 還有怎樣有聖靈充滿 即隨時隨地 這就是我們學習靈的開放 靈時時能夠湧向神 時時和神很相通 那麼祈禱的時候 簡直好像面對面去神那樣 即是那種的情況 這樣聖靈的恩高是會加強 這樣的時候 你在傳呼音的時候 或者幫助人 是非常有幫助 在網上找我的人 是極多極多 但是呢 真是全大部分 是一見我即時改變 還有在電話祈禱 立刻改變我 立刻感受到神的能力 那這個真是神給我們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這些事情 我發覺有些教會 以前曾經經歷聖靈 但是因為小運作 慢慢都會失去的 還有有些人以前是跟我一起 那他跟著呢 後來做了傳導 在傳導他就覺得 按手祈禱 有些人會覺得奇怪 就是有些人不太接受 那麼他就停止運作 停止運作 他就再沒有膽量在這個運作裡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門 一個很開放的門 那我希望大家在這方面 時時都 就是在這方面 努力 越親近神 神的同在越大的 那也都是熟練敏感神的 帶領和聲音 那每一個人是不同 有些人呢 聆聽神的聲音是很敏銳的 有些人是內中有 但是其實個基督徒都有 不過是有幾多而已 那譬如知聚 知聚這個是一個聖靈的聲音 就是聖靈提醒我 那我自己呢 我發覺我最多的聲音就是教導 有很多的教導 其實我最近呢 有幾樣的教導 神一直給我 那我呢 那我呢 就是這些我都準備寫成書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個呢就是 聖誠得性 還有發揚神聖誠 講道法和查經法呢 是非常好的 就是用神的角度 還有用神的角度看萬物 什麼困難都用神的角度去看 那另外有一個教導呢 就是呢 很多人覺得神很遠 那呢就回應這個問題 就講出其實神很近的 人是可以隨時經歷神的 那當我一路這些教導呢 去不同的地方去 去教導人的時候呢 發覺很多人沒有改變了 就是他們發覺 現在對神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那這個都是神呢 是很多時候呢 去帶領我 同時呢 有時候講道 神會給我一些意念 怎麼去教導的 那這個都是神給我的聲音 每個人可能不同 但是你為人祈禱的時候 你就問神 每次都問神 這個人有什麼需要 我怎樣去服侍他 也都有時候我會問的 現在是否停的時候 而我發覺呢 很多時候我問是否停的時候呢 跟著就是有個意念是要停 那為什麼我會初途問呢 就是神給了我這個意念 為什麼要停呢 有些人很接受 是可以一路其耐的 但是有些人呢 他很耐性 那時候呢 是停的時候 那我就會有這個意念 是否要停呢 跟著我問一問神 那我就感受到 現在是應該停了 那這個都是在我們 傳呼音的時候 應該做的 還有我時時都問的 某些人 我時時都問 我怎樣向他傳呼 我怎樣有入口 怎樣找方法 這個是 即是經常都提我一件事 我自己經常想的 那其實呢 我有很多影片 現在 有很多經歷聖靈的影片 有很多教導的影片 那我是有空 我可以盡快傳給你們 即是有很多的影片 那你呢 就在這個Whatsapp 你按了不同的影片 你就不要copy 你copy的時候 一copy的時候 只是一行一行的字母而已 但是你就用那個箭嘴 一箭指向一個人的Whatsapp 跟著它出了就是一個圖 即是說那些影片 有時候你上網看 Whatsapp就是一個圖的 是吧 有時候有些就傳一行 一行只有些字母 那些字母 就會出現的 但是呢 有些呢 就是出了個圖 我再說一次 你聽我說 即這個影片 不是有個圖有公仔的 是吧 有個圖有公仔 當你copy一個的時候 你就這樣copy過去 它就一個都是出了公仔的 但是當你有超過一個的時候 當你是copy 比如呢 複製呢 當你出現的時候 只是一行行的字母 就是那些link 那些連接 但是當你用的箭嘴 當你一copy了很多 它有一個選項給你 就是一個箭嘴 那個箭嘴呢 forward去另一個人 一去到它 就會每一個圖都出來了 就有那些公仔在那裡 那有些都是很神奇的E字 還有有些證明有神的證據的影片 那這些都是大家可以用得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傳訓的方法 其實我是什麼方法用的 我也都見過不同的人 什麼人的傳訓都用不同的方法的 好了 其中傳訓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因為人不信而受傷害 因為人不信而受傷害 有什麼後果呢 那個後果就是會停止傳訓 怕了傳訓 這個就是一個後果 另一個後果就是覺得 就是對於傳訓會 懼怕沒有膽量 不敢再做 所以我一定要去醫治的 為什麼醫治呢 一起讀一下 欣賞自己傳訓的努力 為自己有傳訓而感謝神 相信傳訓被拒絕 也是榮耀神 相信傳訓被拒絕 神壓起源 總會有人信有人不信 對某聲勾他們的人 有某程度的放手 尋找如何在傳呼聲上進步 好了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去醫治我們 第一就是欣賞 我都會努力 感謝神 神會紀念的 神會賞賜的 這樣的心態 時事都用正面的 任何的經歷 我希望大家都是 被人罵完 立刻有個正面的處理 被人罵完 那怎麼可以正面處理呢 第一 如果他罵得對的 我就認錯了 是一個機會我提升 如果我罵得不對的 那我就說 罵得不對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還有呢 罵也都給我們機會提升 就是用正面的體 就說不要緊的 我可以提升 每一個經歷 都看為一個提升的機會 為自己傳訓 感謝神 我會傳訓 還有相信 被拒絕 都是榮耀神 有人在審判台前 神就會跟這個不信的人說 你又不信 不過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訓 然後說就是他 他向你傳訓 你又不信 那是不是榮耀神 神就說你做得好 雖然你沒有信 但是你做得好 這個是我們榮耀神的 但是我們全方都記得 是不榮耀神的方法 有些什麼不榮耀神的方法呢 他不信 然後你的臉口又變了色 臉色又變了 態度又變了 這個就是不榮耀神了 所以我們 他依然 他不信 依然對他柔和謙卑 一樣有愛心的 一樣繼續關心他 還有呢 受算傳呼音的時候 被拒絕 神都歡喜 不是神歡喜他不信 是神歡喜你要做 就是又榮耀神 有神又歡喜的 還有總有人信也不信 有些人就問我 我向這個全方觀 用什麼方法他都不肯信 有時候我們這樣的情況 我們考慮去找其他人 其實有很多其他人 所以在宣教是一個好的機會 給你操練 向不同的人去幫 當你做慣 那你就會 在你的實際生活 你就會找不同的人 會用不同的方法 還有呢 對於一些抗拒的人 我們要某程度的放手 就是我已經試過很多方法 他都是不肯的 我們又再找其他機會 再找其他機會 等其他機會 就是不要死執著 為什麼他不信呢 為什麼不信呢 就不是執著這件事 還有怎樣進步 我怎樣在全方上進步 其實全方是真的有很多 很多的方法的 我待會我會讓你看到不同的方法 入手 都是 就是 我是每天都熟練 其實我全方 我不用說 他講一件事 我先找一本書 找一本書 找一本聖經 先回答他 我即時回答到他的 就是因為我做了很多 好了 還有全方很重要 就是對信任你的全方更有效 這個東西不是說 你不要向陌生人 是說那些人已經信任你 這個是最好的機會 譬如你的同事已經跟你有好關係 時時一起跟你去吃午餐 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你不存 這個是浪費了這個機會 因為你經常跟他聊天 一起聊天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好的機會 他會聽你說的機會 是高過一個陌生人的 因為人是好看 認識不認識你 就是認識不認識你的 認識你的時候 他是很不同的 首先 第一就是用愛心 建立信任 無論什麼人都好 他怎樣不好也好 我都是用愛心對他 這個就是建立關係 希望有一天有機會 傳呼應 還有 求問神 如何向周圍的人傳呼應 周圍每一個人都問神 這個人我用什麼方法入手 可能有些人就是用我的影片 也有講到一些其他的方法 然後 雖然信任你的人是最好的 但是陌生人 我們依然向他傳呼應 就是不要說放棄陌生人 好了 在這裡我會講到 證明有神的證據 講到這些證據 是會幫助我們這些可以入手的機會 我是會由客觀的證據 講到經歷性的證據 客觀的證據 有些人來說是比較難入手的 其實經歷性的證據 是會更加容易入手的 就是說 經歷性的證據 人家有興趣一點的 不如我現在跳去經歷性的證據 因為那些可能 你用得著的機會 是會更加快的 好了 經歷性的證據 第一就是經歷性靈的證據 這件事 是有很多可以用的影片 就是因為我那裡有很多影片 即是不同款的醫治都有的 我們一起看一下這些經文 第一就是 聖經講到 經歷性靈有什麼方法 平安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這些我不是把經節寫出來的 只是講出他的什麼內容 耶穌說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然後輕鬆 中立晚太方十四章二十八節 就是 勞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動我子女來 我自己不得安息 有很多人祈禱就會輕散 即是 很多人有好重丹的 即時祈禱又輕散 羅馬書五章五節 經歷愛 這個我們很多時候見到 有些人就會下降 又會感動 神的愛來到他身上 心靈醫治 以創意書錄一章一節 講到 神醫好傷心的人 馬考十六章十七節到十八節 就是 我們信的人必有神跡除了 我們就是奉耶 鬆明趕鬼 還有信的人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即是神一次給我這個決定 喜樂 能夠有喜樂猶待的悲哀 身體舒服 我的肉身安然居住 有很多人都覺得身體很舒服 醫治失眠 事件四天八節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即是神的同在 可以安然躺下睡覺 還有能力 使徒人轉一章八節 聖靈降臨 身上人就必得了能力 有很多人在祈禱 真的覺得有見留入 並且我跟他說 我說 不是要等很久的 我說你留意一下 有些當然是雕徒 我鼓勵他 更多親近神 更有神的同在 我說你留意一下 我為你按手祈禱 你多久 然後等感受到臨命 有些人說 即時感受到 這個就是我們 靈越通 即時可以感受到 這也是人可以經歷到 神的臨在 所以我們看到人 有平安輕省的 我們馬上告訴他 這個是 當我一經歷聖靈 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很大禮物 而我不斷去用 而神又不斷給我機會 亦都因為我放影片 放在網上 於是很多人問我 亦都以前 因為我有做 以前有做一個祈禱會 每日都有幾個小時的祈禱會 另外現在我每個禮拜 都有聖靈因高訓練課程 所以時時都有不同的人問我 所以我的經驗 累積 即很多人祈禱我 都有這個經驗 是神一定會幫助人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尋找這些機會 那你來講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在網上放一些 你的見證 放一些見證 放一些見證 放在網上 你不要覺得很難 你先放一個影片 可能就會有人回應你的 說你如何經歷聖靈 然後你就可以 我就把我的電話放在網上 如果你覺得你不太想 你就放一些電郵 然後你邀請他來這個教會 為他祈禱 那你會不會有這個信心呢 那希望大家就是由 在這個當中互相操練祈禱 然後邀請人來 那這個是一個開放 你看得到這個世界 真是很多人需要的 其實我收到那些人聯絡我 是由世界不同的國家都有 有些人甚至是由遠處飛來香港 特意找我的 就是因為他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我祈禱他有經歷 那他就會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 在我為那些人祈禱 是絕大部分 是即時經歷到神的幫助 那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可能你說 牧師你得 我未得 如果我得 你都可以有一天得 所以當日安卡羅為我祈禱的時候 我就說 他祈禱可以這麼大的能力 我都想像他那樣 因為他的能力都是神多的 我都可以追求得到這個能力 所以我就有這個信心 一直持續向前去 我希望大家都是 這個是幫助很多人信耶穌 怎樣幫助信耶穌呢 譬如說我失眠 那你就告訴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用我的方法 在失眠的時候 睡不到的時候 你就放鬆個人 站在那裡祈禱 然後呢 祈禱一段時間 又睡在床的時候 一直放鬆 盡量放鬆 一直想著耶穌 耶穌 有沒有發覺你睡得好些呢 還有你為人祈禱呢 那些人又睡得好些呢 你有沒有這個經驗呢 當你有的時候 一個人說失眠你怎麼說呢 我以前也試過睡不到 我祈禱好返喔 有一個人 他失眠 然後我為祈禱 他又好返喔 當你有這個經驗 你就可以這樣說給他聽了 失眠是我發覺 是很有效的 不過是幾天而已 為什麼呢 他要保持 如果他不保持呢 我跟他祈禱 他是幾天睡得好 那幾天呢 他又回復他的現狀了 他一定要持續 所以我通常會告訴他 我為祈禱 你今天回家一路祈禱 一路回家 這麼專心祈禱 你會發覺今晚睡覺不同的 我真的看到那些人呢 是 的而且確是不同的 在網上也有一個人 四年 在讀大學 他失眠到 要不上學 但是呢 祈禱呢 即日開始 睡些少 然後越睡越多 後來呢 是讀完的 那這個呢 就是神的恩典 就是回到學校 他只停了學 那我實在有很多 就是我初期那時候 我出去 那時候我 出去宣教的時候 那那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 有請那些牧師來到祈禱醫病 祈禱那些人病得醫治 都通常問那些人 有沒有什麼見證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這個習慣 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問那些人有什麼醫治的見證 那他講完 我翌日就準備問 但是和我一起 帶我去那個 我們當時的教友 他就說 不行的 他們不開放的 他們不肯分享的 我說不開放又不緊要 又不死得的 不緊要 照問吧 那我翌日就問 一問呢 有個婆婆跑出來 他說我失眠十幾年 我昨晚第一次 睡八個小時 立刻跑出來 跟著有其他 很多個呢 我就立刻叫牧師寫下 誰有什麼見證 什麼見證 我就發覺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 即時經歷到神的工作 那我都希望大家 有這個這樣的膽量 其實我發覺 第一 膽量為人按手祈禱 第二是什麼呢 膽量去問 有沒有什麼經歷 很多人就不敢問 那部經歷就好餘 其實不緊要的 你不問呢 他有什麼經歷 你又不知道 你又不能夠進一步 但是當你問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咦 原來神都將聖靈的能力 賜給我 我希望大家 有這個信心 你有沒有這個信心 想不想向前去 想不想 有沒有信心這樣做 還有呢 按手祈禱 為人幫人經歷聖靈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幫他繼續投入在神裡面 幫助他看到 你可以這樣經歷神 你以後都可以有能力 為人祈禱 你想不想這樣 有些基督徒就會願意 好了 接著下一個就是 有邪靈的證據 其實很多不同的證據 證明這個世界有邪靈的 在網上是大把 那為什麼有邪靈呢 他們打坐 他們靈魂出竅 都是很多時候 看到邪靈 但是通常來說 他們講的經歷都是很恐怖的 都是不好的 就是沒有人說 有邪靈是很舒服的 很開心的 不要是這樣說的 全部都是不好的 好了 既然邪靈是這麼好的時候 這個世界有靈界的存在 因為有些人就是物質主義 物質主義就是這個世界 只是物質 沒有靈界死了 人死如登嚴 但是如果是有靈界 就是說 在下一點 我講到人有靈魂 有靈界 人有靈魂的仇 有邪靈的話 就是說這個世界 如果是由邪靈產生的 應該是一定是邪惡 和一定是醜惡的 就是邪靈做出來的會怎樣 原因七八糟 不會漂亮的 但是我們看到周圍的又很漂亮 看到那個寶寶是很漂亮的 就是 其實 人都是非常可愛的 尤其是寶寶的時候 更加單純 就是說邪靈 沒有可能會做出 這些這麼美麗的寶寶 這個是張佳音 他追求印度教 打坐的經歷 這個在網上可以 大家可以下載這個文件 這個只是一部分 這個文件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傳給一些人 他覺得世界沒有邪靈的 沒有真神的 沒有真神的 張佳音就說出他的經歷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見證 你網上找就找到 張佳音邪靈 他是藤 張佳音師母 藤近輝的太太 藤近輝已經色奴歸主了 然後呢 在這裏呢 他講到什麼情況 他打坐 他打坐就是 他說呢 就有些黑色 背後會發光 有很多手 很多頭 像人非人的靈體 走來他那裏 他打坐的時候 這個經歷不只是他 在網上 尤其是英文 是找很多的 中文也有的 就講到打坐的時候 會見到 這個是一個常見的事情 他就在那裏笑 就將他在眼前出現 就將他拉下去 拉下去 一個很深很黑的坑裏面 那裏呢 就充滿了 同類可怕的靈體 有很多很多這些可怕的靈體 進行一些邪淫的污衛的舉動 在很多次他就問自己 為什麼這個創造萬有的主宰 為什麼是 因為自公無上光明的 聖結光明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可怕的面孔呢 為什麼會做這些污衛的事呢 因為他張家印是有這個心去尋神的 那他當時就以為印度教 哇 很好啊 真是神 他以為他是真的幫到他 因為他呢 他打坐了很強的經歷 他說甚至在路上 有人見到他有光發出來的 嘩 即是那種靈界 他靈界 他進入靈界 他周時日 即是入口都開眼 見那些靈界的物體 令那些邪靈 但是他就覺得 為什麼他全部都是做黑暗的東西呢 然後呢 他就 他就 他就害怕自己走 他於是問那個天文學的老師 因為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這個天文學教授呢 就是引導他進入印度教的 他就說 為什麼我有這個經歷 最後這個老師呢 最後被迫要答他 他說 其實我自己都有的 還有很多跟隨的人都有類似的經歷 他說很多跟隨的人都有類似的經歷 他就叫他去印度 你那裡去到印度那些 那麼熟靈的地方呢 你就會得釋放的了 你現在呢 就未得 你將來得釋放了 那麼他就以為呢 那個問題是 他未夠入心 其實他是極度入心的 但是呢 他就以為未夠入心 就看得到呢 原來其實那些人 都是很多有這些經歷的 那麼這些呢 就其實在網上呢 是有大把的 那麼我 其實呢 你都不需要找很多這些資料 就算張家印度已經不足夠 但是你想去找呢 其實我有不同資料 幫我沒有放在這裏 好了 這個打坐呢 冥想呢 是西方現在很流行 這個是其實 就是東方人開始的 印度人開始的 但是呢 現在已經很多地方都有做的 他們呢 就會打坐呢 靈魂出笑呢 又會見邪靈 很多人都講到這個見邪靈的情況 那麼他就教那些人怎麼做呢 他有教的 他說你不要理他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你就不要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你不要憎恨 你不要懼怕 你一正面 他就不會搞你的 他就以為是這樣 其實呢 一樣會搞的 但是某程度上 那個人呢 沒有受這些 即是沒有被這些影響 他那個影響程度沒有那麼高 在某程度 在他們來講呢 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麼我也都 在網上呢 見到一些是怎樣呢 他是追求一些 靈異的經歷 而這些靈異經歷 都是有情牽涉的 譬如其中一件事呢 你聽到會很奇異的 就是有些人呢 有靈魂出竅 他靈魂出竅呢 他有不同的靈體 他有些人會追求 和這些靈體有性的關係 是怎樣的 即是這些去到這個程度 即是非常恐怖 即是說 真的他們會 經歷到這些邪靈的作為 那也都有人 很多人有鬼扎 這個是圖畫畫出來的 即是 不是真的有人鬼扎 你看到他這樣 所以鬼扎呢 就覺得完全不能動 身控啊 講不到話啊 有種力量控制 還有有時都會聽到聲音 有不同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 是主動接觸靈界 用水晶球啊 或者是用 蝶仙啊 這個圖畫呢 右手邊的綠色字 是我寫的 那裏寫著 這些玩蝶仙的人 講的 左手邊呢 就是他們講的 他說什麼呢 玩蝶仙要注意 有請有送 否則有可能呢 惹鬼上身 即是他們要知道 他們都知道 有請就有送 請他來 你要送他走的 那這個呢 即是說他們 都知道有問題 但其實很多人呢 發覺 請過呢 是不走的 因為邪靈是不想走 因為他們 在周圍呢 是沒有地方住 他們覺得 住在一個人的裡面 是很舒服的 那這個是 的而且是一個事實來的 那這個 就是 我們可以用來全方 告訴他們 耶穌真的很有能力 奉耶穌靈 可以趕邪靈 這個 其實趕邪靈的經歷 實際很多 有時候 差不多一個星期 都有人找我們趕邪靈 很多人 即是他們不同的情況 又不恐怖 一點都不恐怖 其實是那個人受苦 即是他有邪靈受苦 我們是不恐怖的 我們是 即是好像 邪靈 即是怎麼樣 那程度 好像家常變化 經常都做的 又好像某程度 好像就是 做一些 公事的樣子 即是趕邪靈 即完全沒有一種 陰心 一點都沒有這種感覺 而趕邪靈 那時候 那個人 就會 其他時候 就會有壓住的感覺 鞠住 即是其他時候 發覺他鞠住 壓住 或者有些懼怕 那時候 我們就會測試 他裡面有沒有邪靈 鳳爺鬆明 他要趕邪靈 我自己 發覺有這個經驗 我趕邪靈的時候 我就見過很多人 趕邪靈 第一 有一種方法 我都為他的喉嚨擔心 他會用到最大聲 最大聲 是大聲到離譜 不斷地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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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全身硬 跌了在地上 他很害怕 手硬了 我跟他说邪灵 他也是硬 过程中 我问你愿意 将你的生命给耶稣 你真的听耶稣说 愿意给神使用你的生命 最后他说愿意 他手就松了 看到天上有天舌拍掌 这个影片我都放在网上 不是看到那些拍掌 他说回 看到天舌拍掌 他就很开心 很兴奋 真的好 立刻松了 在赶邪灵的时候我发觉 人将生命给耶稣 我发觉另一件事很有帮助 就是吹气 有什么圣经根据 耶稣向门道吹口气 就是说你们受圣灵 吹口气 就是圣灵可以透过气 传递 但我们知道圣灵不是气 不过我们的气 就是耶稣的气 圣灵在气那里一起出来 我们的气都不是圣灵 而是圣灵陪着我们一起 于是在我们的气那里 传递 就是耶稣可以吹口气 人受圣灵 好了 其实在这个福祉祈祷 我们很多人都有吹气 这个情况的 我们吹气 真是那人受到 经历到 有些人立刻觉得很兴散 也都一样有邪灵的 说出来 有不同的 即和按手意思一样的 即是类似的 那我就 我又 即是 有这样的经验 就 试过有人 就是有邪灵的时候 整个人硬了 那些筋又烟了 很紧很紧 那我就叫他放松 又叫他吹出来 一吹出来 真的鬆了 又再有邪灵彰的时候 是鬆了的 那我就在那里想 会不会就是 圣灵和邪灵有类子的地方 也都有很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圣灵是圣洁光明的 是慈爱的 但是邪灵呢 是丑恶的 是犯罪的 叫人死的 但是 邪灵在哪里呢 邪灵由天使来的 天使哪里呢 就是圣灵来的 圣灵創造天使 天使堕落 变了邪灵 所以 邪灵和圣灵有类子的地方 所以 那些人经历邪灵 和经历圣灵有类子的 外面的表现 类子的地方 但里面是不同的 有圣灵的人 是会持续平安 轻散 圣结 想离开罪 被神使用的 有邪灵的人 是时时都忧屈 想死 想自杀 邪恶 是做一些不好的事 所以 就是说我们看到它的分别 但是它类子的地方 就是一样可以透过气和按手传递 所以在异教也都有按手传递邪灵 也都有吹气传递邪灵 也都甚至有用眼神 就是因为这个人带着邪灵的同在 他的眼神 看到那些人都可以传递邪灵 当这些人是开放的时候 我曾经以前在软木课程 认识有一个人 他曾经见过一个大师 即是那些印度教的大师 当印度教的大师一看他 他觉得一种能力涌入他里面 有时就像我们经历圣灵一帮人 我们有经历能力 但我们的经历是光明的 他们所经历是黑暗的 即是看得到邪灵有类似的地方 我亦都讲一讲 在网上有些攻击圣灵工作 他就讲到有些异教 他们就会有些人经历邪灵 就会点在地下滚 就会哭 有些甚至会笑 他就说 这些所谓的圣灵充满 其实就是那些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表面的攻击 他没有看到这些人 真是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都是传福音 是真是引导人信耶稣的 他只是看那个表面的彰面 因为表面的彰面 邪灵是可以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但是他长久 他是看到生命的不同 黑暗的地方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些攻击的时候 你就会说 这个是因为他们 那些人不相信 就以为这个是邪灵的工作 但是看到很多人 真的经历圣灵 是很委身去传入福音 去相信耶稣 倚靠耶稣的救恩 很明显的 就是没有可能是邪灵的工作 而事实上有很多人经历圣灵之后 他们那些将写 有些是那些人乘机发泄下的 就是他有很多不开心 他跟着 很放很放 而且每一个序会都是这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 是不需要每一个序会都是这样 在追求圣灵充满可以这样 但是呢 当你在其他日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学习平静的 是平静的 是平静一样可以带着圣灵一高 不是需要一定有这些强烈的章片 而我们发觉 是无论什么种类的这些异教 带来的邪灵 我们奉耶稣命都可以赶到邪灵 但是赶到时候 我就赶到几个东西 就是他真是接受耶稣 看重耶稣 真是愿意拒绝邪灵的工作 拒绝罪 离开罪 将生命牵起神 他真是能够得着释放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 我们可以用圣灵的入手 也有时候可以用邪灵的入手 所以这个文件大家可以下载 可以传给人 另外就是第三样 在经历性的证据 就是天堂地狱的证据 就是灵魂出教的证据 因为有些人都很觉得 人死如得灵 是没有 就是死了就没有了 但是呢 其实 这件事已经在科学界 很多科学家都觉得 不是人死如得灵的 那又因为呢 他很大规模的研究 这个叫out of body experience 就是灵魂出竅的经历 那有很多人为什么有灵魂出竅呢 就是他死过 急救 然后救回呢 他就讲到他灵魂出竅 这件事呢 是有很多 就是在网上实在有很多的 很多书 很多这些材料 很多分享 还有呢 就是 有一个叫astro projection 是自己练习 那些人打造 练习 就是把灵魂离开的身体 他有不同的经历 那这些呢 都是 就是有不同的人做的事来的 那而英国广播公司呢 它是有 都有颇多影片 是关于这些灵界的研究的 那其中有这个呢 就是between life and death 他里面呢 是有讲到 在YouTube可以看到的 这些影片 就讲到有很多人死了 跟着呢 他灵魂出竅呢 就看到周围的东西 那后来救回 那这个 那这一样东西呢 都是一个全方可用的一个工具来的 因为有几次的大规模的研究 为什么大规模的研究呢 这些的医生 他特意去找一些将来死的人 或者在医院那里呢 在那里等了 哪里有人死 他立刻跑去那里 就看他急救 急救完之后问他 你知道他先死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些什么 然后呢 就看一下他所见的 是不是真实 那也都有人这样做法 他说在这个医院的房 柜的顶 就放一些数字 或者放一些字 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句子 就是譬如说 那句话 不是我们平时会讲的 譬如说 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刷牙 那句话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 那你就 写在那里 或者在屋顶 跟着那个人 写了之后呢 他就看到一句话 回来呢 他就说这句话出来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 是一些的 他们研究的经历 就发觉呢 是有很多 其实这些书是 是很多的 那其中一个 第一个研究很多呢 就是Mody 叫做Mody 他排列出来很多 这些经历 那这些东西呢 是回应有些人说 人死如登眠 还有呢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这种的情况 就是说 给人听人真是有灵魂的 那所以这些呢 对于某些人来说 是可以用来 引起他的兴趣 跟他谈 跟他谈 但当然我一定要引导 去福音 但是就是说 有这个事情 给他看到 受伤科学界 但是其实已经是 很多人都觉得是有神的 不是有灵魂的 那这里呢 又讲到天堂了 就算News Week 在美国的杂志 在这方面呢 比较开放的 他们呢 即有时会说 譬如在这里 Haven is real 那样 讲到一个小孩呢 他死过去天堂 见到他 原来他的姐姐 他说那姐 在妈妈的腹中死了的 那他说 这个女孩在天堂 就见到他 就跟他说 我是你姐姐 那这个呢 这个呢 也都是有 有套电影的 也有书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90 Minutes in Heaven 就是有一个人呢 他一个牧师 九十分钟 去了天堂的 有不同的经历 那另外一个呢 就现在可能 还在香港上演的 就是天堂奇遇记 奇遇呢 语就是传语的语 那他英文呢 就是Healing from Heaven Healing Miracle from Heaven Miracle from Heaven Miracle from Heaven 那他也都有本书的 那他就讲到 有一个女孩呢 她呢 她呢 由四岁开始呢 她的腸胃呢 是有腰塞的情况 就整天都很辛苦 后来呢 塞到呢 那肚子好症好症 那又很辛苦 又痛了 那盡量想找医生 但是呢 初头就 那些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病 就是初头 以为他只是有些问题而已 但是呢 全部都是解决不了 那他最后呢 找到一个医生呢 这个医生呢 因为全 就是全美国呢 只是有很少的医生 是懂得这方面的 那呢 就找到这个医生呢 是很难 弱到时间 那而这些医生呢 你讲到这种情况呢 他们是 医不好的 就是全部的人呢 只是 就是延长的生命 或者令他舒服一些 他迟早都是不行的 是没有 就是没有答应他医好 不过呢 可以减轻他痛苦 那呢 就发觉他呢 总之腸呢 是塞了的 不通的 那呢 在这个过程呢 他就很辛苦很辛苦 那女孩呢 他也都跟他妈妈说 他有病 有四年多的时间 他曾经跟他妈妈说 他说 我想死了 他说 我真的很辛苦 我去天堂呢 那里不辛苦 我想去天堂 我不想留在那里 因为天天都很痛 他说 是不断的痛的 就是 天天天天不断的痛 那所以他上去天堂 那然后呢 他呢 就 有个很奇特的经历 就是他回家 他在美国德州 德州的地方很大 他家里就有个 好像是农场那样 有不同的动物 和有棵老的树 那他们就爬树的 但是那时候 就是病 不过呢 他的姐姐说 你试一下 那带了他爬上棵树 那这棵树是死树 但是那棵树 那棵树呢 当他上去的时候 那棵树呢 那棵树呢 一裂 那他家姐要救他 她说 你跳在那棵树 那棵树有个 就是有个斩了的 压叉 压叉 斩了个棵树呢 那棵树呢 就是会有个 就是凹位 你跳到那棵树 那棵树呢 那他一跳跳 怎样才发现那棵树 是完全中间 中中的 整个呢 因为他那棵树里面 全部已经烂了 他由三十尺呢 就跌了下去 头向先了 他一插下去 以为那里就可以 就是跳过去 就不死了 那棵树掉了下地了 他一跳过去 就穿了下地 穿了下地 穿了下地 那棵树在那里 死了 死了 那麽呢 他就马下马上去 立刻去找他 他跑到那裡 但是那麽沒有辦法 因為那棵树盘 中間就幼 又不下去 就是他刚才那裡 但你爬下去又不行 那麽呢 就叫消防员来 用了五个多时的时间 那麽消防员下去呢 看到他那麽呢 是死了的 但是后来呢 他又生完 那麽呢 那麽消防员 说什麽呢 是很奇妙 他是很平安的 很平安 然后他就拉了它上来 除了一小小伤之外 是没有伤的 因为由三十尺 头状才下跌 然后就在救伤车 其实是直升机 送它去医院的时候 在某个时候 他就跟他妈妈说 他说我去了天堂 耶稣告诉我 我的病会痊愈的 那他妈妈当他 就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然后后来 那个病医生说是没有医的 但是结果是发觉是没有了 这个就是一个天堂奇遇 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因为他这里里面 你上网找《Miracle from heaven》 你就会看到 看回那个真医生的样子 和这个电影的医生的样子 电影的人物 包括医生 就是医生有那个身份的 就是那些人去追查 都说他真的有这个医生 他真的有找这个医生 他真的有这种病 后来是没有了 这种病是没有了的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神迹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如果好像应该现在香港 还有一个播放的 那个电影 就不是完全跟着 那个真实情况 有些少改变 不过大部分都是跟了 那个故事的内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你邀请朋友去看的一个机会 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得到 真是有天堂 人有灵魂有天堂 还有呢 亦都有不同的 有去地狱 亦都有不同的人的 他们讲的经历 其中一个出名就是 Howard Storm 其实不止这个 还有一个是 忽然间不省这个名字 有一个人是带来很大的 五秦宗的复兵的 就是他曾经死过 他又是见到地狱的东西 就是不同的 又有经历的 那Howard Storm呢 白人来的 另外一个都是白人来的 那么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但是无神论的 但是他小时候是听过圣经的 那由当他死的时候 他是在医院那里去旅行 去法国旅行 谁不知忽然间 那个肠是穿了 在肠里面 那肠的东西漏出来 那他就等医生 但是等了很久都等不到 那么他就在病床那里 他等了医生 接着就有个人 又来跟他说 你跟我来啦 他就以为叫他去动手术 但是不是的 因为动手术 当然是找一辆车的 不会叫他起床的 他只是起床下过 但是慢慢发现那些全部都是邪灵来的 要手一脚 拔他 这些人有在那里拔他 那么很辛苦 那由他去到那里 很多邪灵 他就想起 在小时候听过耶稣 他就呼叫耶稣 他又发现那些邪灵 是很怕听到耶稣的 那由最后 他呼叫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救他回来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人 他是去过地狱 然后呢 就是在途中 然后他就救回来的 那这些都是给我们看得到的 真是有邪灵 有真是人 有灵魂 有天堂 有地狱 那而我们放胆 全方法 这个世代 是神给我们各样的聪明智慧 是一定能够带到人去信耶稣的 至于那个因为时间关系 另外那些我下一次来 我下个月应该是再来的 那时候我们会再讲其他的圣经的证据 其实在网上你都可以看到的 关于圣经的预言 科学性的证据 那大致上我想说那几样东西 这些叫福音预公 不是全福音 全福音是说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降生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 然后从死里复活 这个就是福音 然后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得救 就是耶稣做的 然后我们信靠耶稣得救 那这个是全个福音 就不只是说你怎样信耶稣 是说耶稣基督是真神来的 爱我们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的 但是如何入手呢 是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来说听到以上所说的 那些人祈祷真的经历医治 譬如我其中一个影片 是有个人是有癌症 祈祷是痕痕的 有影片的 是普通话的 也都有是身头痛了十几年 后来痕痕了 手震了几十年 四十年左右可能 是痕痕了 有个背脊 腰骨那里有钉的 动手术 是经常都要她丈夫 嬉嬉嬉嬉嬉 这样去减少她痛的 但是祈祷那时候是没有痛的 那就是神的恩典 其实在我网上有很多不同的 那我可以传给你 那你可以传给你们的 你可以有个群组 我将那些影片放进去的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经历食灵 那另外就是身体有斜铃 和耶稣是说斜铃 另外就是人真的有灵魂 那这个都是一个好的手腕 就是人是有灵魂的 那是有科学的证据 那有不同的科学家都承认人是有灵魂 那还有很多人又去过天堂去过地狱 是也都有客观的证据 那其中我在网上翻译到黄泉道 就是他去到天堂 见到那些死的基督徒 接着他们说的说话 传给家人 家人都说你一定是去过天堂 因为你说得出一些 他私自和谷企人说的东西 就不是黄泉道听过的 那这个都是给我们知道 真是这些客观的证据 证明那些人去过天堂 那这些方法都是一些不同的方法 让我们能够带领他去信耶稣 而可以用的就是经历圣灵暴露法 我其实之前讲过的 如何为人祈祷 又问他在祈祷中又问什么经历 他有经历的时候就告诉他听 这个是圣经所讲的 那就引导他去信耶稣 那大家觉得 譬如你很多的上网聊天 你有时带一个影片出来 说给他听这些证据 说给他听 真是人有灵魂 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兴趣的 就是可能你有些群组 有些朋友 他有些人就会回应你 也有很多人不信的 不过你就找情况 找机会 你就会找到机会去传呼喊的 你要不要这样做呢 其实你网上是不是很多这些工具 很多人你认识的人 这些其实是你可以用得的方法 求主耶稣帮我们用各样的聪明智慧 去引导人 但这些都是封阴御工 最重要的是 最后你是引导他认识耶稣基督的 但当人没准备好的时候 你只说给他听 耶稣的救恩他未必接受 但你说耶稣的医治 耶稣的释放耶稣的安慰人 这些也有很多人会接受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有这种的心 就是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不以福音为止 你会不会以福音为止呢 或者怕呢 很多人就怕了 不敢了 或者不懂得怎么做 那么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预备好这些东西 在心里面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到时候准备好 能够回答人的 当你去做的时候 一定有失败 其实我在我初信耶稣的时候 是失败很多次 但我一直失败的时候 我就积聚经验 当我越做得多 我就越能够回应人的问题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求主耶稣感动我们的心 神啊 赐给我们火热的灵 赐给我们热折的心 去关心这些人 因为他们真的 如果他们没有耶稣 他真的他的地狱是很凄凉的 是不是 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赐给我们胆量 用各样的方法 还有也有些人 他话说耶稣信得很无茶茶 我们可以坚固他的信心 那么多证据证明这个神是真的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神是这么好 我们就全心跟从耶稣 亲爱天父求你私恩念品 感动我们的心 以你天国的事为念 也都挂心我们周围的人 挂心他们没有耶稣的救恩 他们的结局是很凄凉的 求主耶稣你私恩怜悯 赐给我们动力 从心里面有这个动力 见到人就开始去祈祷去问神 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向他传闻呢 用什么方法呢 求主耶稣你赐给我们这个动力 从神而来的动力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在这一刻我想请大家 你开声为一个或者几个 你所想到的 你可以向他传呼音的 你开始为他祈祷 你现在开声 祈耶稣求你私恩怜悯 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 让我们能够寻求神 用什么方法 有些人是需要关心的 有些人需要关心 但是年轻人呢 你可能用一些我们才用的方法 是可以有一个入口的 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这个聪明智慧和动力 去传人福音 去拯救灵敏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你爱我们 多谢天父 你灵敏我们 你拯救我们 主要求你使用我们 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影响力 在这个世代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 多谢天父 赐给天父 感谢天父 Hallelujah 神啊你一定使用我们 神啊你帮助我们 一定有这个动力去做 譬如我自己来说 当我一和人相处 我一定找机会 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找机会 无论我们和人如何相处 我们就找机会 向他传人福音 多谢天父 也说